2016年,一只海豚围着四驱伴侣的尸体游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场景让附近一艘可考船上的人陷入了沉默。 之后,船上的学生说,他们确信那只海豚很悲伤,但这是悲伤还是其他反应。 在意向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正试图揭开这个困扰行为生物学家50年谜团的真相。 在这些新研究中,意大利海豚生物学和保护机构的生物学家Giovanni·Berzi及其同事分析了从1970年到2016年发表的78份科学报告。 这些报告的内容涉及死后注意行为,这些论文还带了88个精类物种中的20个,其中主要是白海豚主克宽公海豚属动物,只有一种是虚惊。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类似于忧伤的行为与经类动物大脑的大小和复杂性有关,而海豚生活在更结构化的群体中,它们的大脑通常比是已经更大、更复杂。 研究人员近日在动物学上报告说,尽管这种相关性可能只是反映了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海豚上,但仍然表明,类似悲伤的行为可能只会出现在拥有一个复杂大脑和社会化的动物身上。 但研究人员能否证明海豚或经在悲伤,研究人员已经证实黑猩猩能感到悲伤。 科学家还通过分析在试试亲密伴侣或婴儿前后的应激激素水平,确定了雌性费费的悲伤程度。 但是,研究人员并未在精类动物中进行此类研究。 下一步,贝尔贼团队表示,当发现有海豚和金死亡时,科学家应利用水清器记录它们的教生,然后用无人机收集它们喷出的水,以分析之后的荷尔蒙。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G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